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全世界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抗争 实际上像蝗虫一样 这些邪教徒们都喊出一句口号 从河到海 巴勒斯坦一定会自由 将获得自由 表面上看这句话好像是人出无害 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这是地狱之深 赤裸裸的邪恶的种族灭绝口号 从河流到大海 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 当这些亲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 尤其是大学校园里面的学生 活动人心 他们喊出这句口号的时候 他们是否知道 这句口号里面呼吁的是建立一个 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国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必须要抹掉以色列及其国民 这是恐怖组织及其同情者的战斗口号 从解放巴勒斯坦的所谓的人民阵线 PELP到哈马斯 他们都是鼓吹这句话的 哈马斯从1988年的他最初的党章中 就开始鼓吹要抹掉以色列 摧毁以色列 当然了 哈马斯也是这个主导了2023年 就是一个月前的10月7日恐怖袭击 他的主谋 主犯 这次袭击也造成了1400多人的死亡 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以来死亡最多的一次 从河流到大海 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 这句邪恶的口号的意思是巴勒斯坦控制的 从约旦河到地中海 的以色列边境的整个领土 这就意味着他们否认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 以消灭以色列为己任 这是一项典型的反有主义的口号 否认犹太人的自绝权 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家园 这个口号带有强烈的种族灭绝的意图 也就是前伊朗的领导人 恐怖分子内甲多索果 处理的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这个口号的一个片段就是河流与海洋之间 这个呢是在最早是来自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实际上也有人考证说 还有更早的时候 1948年他们就已经这样喊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许多人不约而同的 就是使用河流与海洋之间 这么一句话 这一个词 他有很多种解释 从种族灭绝到民主制度都适用 但是从河流到大海 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 这句号的真正的起源是1966年 叙利亚的领导人 就是现在的那个独裁者 他的父亲 叫哈菲茨阿萨德 他这么讲的 说我们只接受战争和收复被侵占的土地 以驱逐你们这些侵略者 并将你们永远扔进大海 也就是说这句邪恶的口号 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2012年12月 哈马斯的领导人哈里德马舍尔 在纪念其成立25周年的演讲中 就使用了这样一句口号 国家来自抵抗 而不是谈判 先解放后建国 巴勒斯坦从河流到海洋 从南到北都是我们的 所以就冲着一句 你说这个口号是种族主义灭绝 有问题吗 哈马斯在2017年 更新了他的这个组织的章程 更新后的章程说 哈马斯拒绝接受任何替代方案 从河流到海洋 全面彻底的解放巴勒斯坦 所以在这句章程里面很明确 哈马斯所追求的那个巴勒斯坦 是没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 这个章程也直接把哈马斯 这个邪恶组织的意图挑明 他们无意任何谈判 他们只想灭绝以色列 英国内政大臣 埃布拉布雷弗曼 他发推文说 数千人高呼 从河流到大海 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 这个口号被广泛理解成 要求摧毁以色列 你试图假装 他们不是这样做 那是不诚实的 美国国会中唯一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 那个 就是巴勒斯坦一美国人 托罗伊莫玛 拉什达特莱布 他在推文中 也为这句邪恶的口号辩解 说这句口号是对自由 人权和平共处的渴望 呼吁 而不是死亡破坏与仇恨 这不是胡扯吗 是谁 不要自由 人权和平共处 是谁带来了死亡破坏和仇恨 难道不是哈马斯吗 不是巴勒斯坦人吗 同样是民主党的密西根 众议员 这个 斯洛特金 在推特上就反驳 这个特莱布的狡辩 他说这句话是分裂和暴力的一部分 对促进和平其反作用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民主党议员的杰里米默斯 他也反驳说 犹太人不是这样看待 从河流到海洋这句话的 哈马斯也不是这样看待的 哈马斯用他作为战斗的口号 他们不仅是想取代 以色列的犹太人 他们希望看到犹太人的死亡 事实上在10月7号的袭击当中 我们看到普通的哈马巴勒斯坦人 就是这样想的 不只是哈马斯 他们跟着哈马斯 俘虏了这些 以色列平民的 是吧 这些车辆后面 欢呼 兴奋 曾经在特拉维夫担任过政治政策官员的美国外交官塞西尔 谢一 他说 说到哈马斯谈论从河流到海洋的巴勒斯坦国时 他们谈论的实际上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谢一讲 说他们不是在谈论一个世俗的巴勒斯坦国 那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官员啊 有时候太有报警察论 哪有什么世俗的和这种 巴勒斯坦是世俗的或者是这种神权的这种区别 就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吗 最后的结论 从河到海 他指的是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整个地区 不仅包括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当中 从1967年所占领的领土 还包括整个以色列 将整个地区称为巴勒斯坦 并不是呼吁结束占领建立两国的解决方案 甚至不是让以色列返回到1967年之前 就存在的边界 而是呼吁消灭以色列的这个国家 消灭以色列这个整体 以色列作为世界上近一半犹太人 人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园 消灭以色列 并将整个地区变成巴勒斯坦的唯一方法 那就是杀害这地方的所有的犹太人 任何人说出 从河流到大海 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 这句话实 其实就是在鼓吹种族灭绝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